我是周玉寇 关于张孝岩先生在1999年可发生的 精华饭店的绯闻案 我们讨论的重点在张孝岩先生当时说谎 事后他又欺骗了蒋家的姓名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讨论到绯闻案的女主角 王小禅女士受伤甚深 她因此被判决离婚 另外一位李小姐 在她的政治跟工作生涯上 也受到很大伤害 但是张孝岩跟她的夫人黄美伦女士 从来没有表示道歉过 之后我们收到了非常多不同的资讯的比对 其中有一位精华饭店的病房部的人士 多次告诉我跟另外一位蔡玉珍小姐 以及资深的西文界人士 一位有中国小姐 明贤的人士当时委托她在病房间 为了查证 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很抱歉 中间张淑娟小姐 我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寻找她 但是没有找到 今天张淑娟小姐的愤怒 我非常了解 因为我个人也曾经是受害者 今天张淑娟小姐要来这里提告 我希望跟她说明 我们当时只是比对这些提供讯息的人士 如果因而造成她的伤害 她个人觉得明洁清白 受到了有不明之冤 我愿意今天公开向台湾的所有的国民 跟全世界的人士 表示我在新闻工作上的道歉 但是并不表示张孝岩夫妻 当时隐瞒绯闻案女主角这个案子 不需要继续侦查 张淑娟小姐 她说她是眷村出身 我是外省第二代 在眷村之外长大 对这个台湾的爱 跟对于真相的追求 我们都有敬业认真与专注 张淑娟小姐可能是被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某一位小姐所策动 发出了她没有事先跟我联系 就要提告的声务 我在这里 先向张淑娟小姐道歉 深深一举功 办事张孝岩先生 请问匪文的女主角究竟是谁 你们夫妻两个人的世纪大骗局 还要隐瞒到什么时候 台北市议员一位王小姐 策动张淑娟提告 目的何在 请问这位新闻界出身的王小姐 你在新闻界工作这么久 你不想知道真相吗 意识形态跟政治权位 会让你失去了理智吗 我在这里先警告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请你们不要把一个 单纯的媒体工作者 寻找真相的事实 做成政治纵征的工具 其中这位台北市议员王小姐 所伤害的就是张淑娟小姐 张淑娟小姐 不说八道 不说八道 他告诉你不是我 太有心了啦 第一位在场闹场的人 叫做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洪威 我是纯粹的新闻工作者 我告诉你 诬告败宿女王 天天在败宿 还有脸在这边讲话 你出入过多少次了 对不对 人家告你多少次了 你好意思吗 哭一下啊 现在就哭一下啊 你不是最爱哭吗 你也可以在地上打滚啊 你也地上打滚过呀 你好像那个 我像什么 你好像是那个 对呀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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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丢裂媒体的败类 直接说 你不是要来闹场吗 你老公吃软饭吃了十几年 你自己把话说清楚吧 我老公跟我离婚了 再见 你王洪威 谁嫉妒你老公啊 你自己送上门来挨打 挨什么打 你策动人家 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我告诉你 我向张淑娟道歉 我也不想理你 我现在是跟张淑娟 道歉什么呀 自己正在这里来的 道歉什么呀 自己正在这里来的 道歉 道歉什么呀 他如果受到伤害的事实 好意思 说人家授欠 笑死人了 关你什么事啊 你叫张淑娟吗 你靠一边去了 跟你无关吗 你才靠一边去了 你滚 你滚一边去 可认识 你跟你有关吗 你叫张淑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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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看到没有 这种人 想要看人家 想要选举的人 就是国民党最无耻的 现任的市议员候选人 这不要脸的媒体人 你还好意思讲媒体人 不要脸 媒体人做五十年 我要不要脸 是我自己的事情 对 你不要脸是你的选择 你更不要脸你 为了要选举 参人家终于扣 你要脸吗 是什么终于扣啊 你不要脸 今天是你过来的 今天他提告 我找张淑娟 你过来干嘛 你叫张淑娟 你叫张淑娟 所以你是车动的人了 我车动什么 是你无辟的人 我哪里有无辟的人 我现在跟张淑娟道歉 再见不见 拜拜 这种王淑娟 这种台北市议员 就是中华民国的败类 每天挑拨离间 在王冬上面 随便乱骂人 他以为他欺负别人 欺负惯了 我告诉你 张淑娟小姐 不要被王淑娟挑拨离间 你也不要陷入政治斗争当中的工具 我们报道有错误 我道歉 但是王淑娟用这个东西 做他的政治工具 无耻 就是这个样子 无耻到极点 你妈跟你有什么关系 张淑娟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都会打滚呢 他都会打滚呢 你会打滚呢 那你滚给我看 你滚给我看 王淑娟 你走一边去了 你又不信张 你又不叫 我是媒体地上 我是当事人 我为什么不能来 你在那里 我是当事人啊 张淑娟要提败 我不是当事人吗 那为什么是你出来呢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你是挑拨离间者 你是想要得政治红利的 不要脸的蟑螂 你才是当老鼠 老鼠 人见人化 人见人讨厌 你才是人见人讨厌呢 想选立法委员选不上 只有你败诉 我败诉过又怎样 关你什么事 丢脸 丢脸又怎样 不要脸 人家是你王淑娟讲的 你说我看我谁谁 我告诉你在妈妈 谁西岸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还想看我的流量去选立法委员呢 回扯嘞 回扯是什么 是你啊 你是鬼 你是鬼 各位 张淑娟小姐本人今天没有当 结果有一位台北市议员 姓王的叫王淑娟 在这里 你滚了他就会痘了啦 滚了 你滚他就会痘了 那我要等张淑娟小姐 那你就不等不到了 好对不起 那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有冗位靠这个蟑螂在 所以张淑娟胡会过来 我就直接跟大家宣布 好的 让他继续在这边 没有说话 我现在王淑娟是在那边 挑拨离间 搞政治斗争 张淑娟小姐 我跟他道歉 但是王淑娟真的挑拨离间 搞政治斗争 王淑娟自己负责 我不需要选举 我在台湾的媒体界工作快五十年 我为我的工作负责 国民党这些败类的市议员 我警告王淑娟 再继续的操纵下去 我继续的追杀你到底 我只是去借责你 我只能帮你 我们只是在这边 保平的行为 我愿意在那边